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人他已经享受种种租税优惠了 没想要去买房子 还可以享受到比我们更高的贷款 甚至他完全不用自己出钱 就可以去买房子 住得豪宅 那么没几年 如果再转走之后 可以赚一大笔钱 那么最新的一个指标 就是台北的顶级豪宅地宝 据了解 那么顶星集团的魏家四兄弟 在那边过去买了9户 现在竟然买了13户之多 而且大赚了一笔 甚至自己花不了太多钱 那我们邀请客方来宾 好好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那让我们小市民伸张一下正义 首先我们来欢迎资深的立委 我们欢迎费洪泰 大家好 两位房屋的专家 首先欢迎助展杂志的研发长 尼姨子仁 大家好 再来是台北房屋的行交部协理 李继红 李宣 各位朋友大家好 再来是财经记者出身的台北市议员 王鸿威 请常好 大家好 再来是资深媒体人陈高超 大家好 好了 我们刚刚特别说 这个今天媒体都报道了 就是地堡豪宅当中 魏家四兄弟买了9户 那么后来也有报道说 事实上不止酒户 那么这个案子事实上 到目前没有被证实 是不是就是地堡的魏家 他们这个豪宅 但是无论如何 迪迪确确确有 非常非常有钱的人 那么只可以贷款到9成9 那么只要自己自备款 只要买1%就可以买房子 这太不合理了吧 一般有钱人去贷款 已经得到比较高的乘数了 一般的平民老百姓 贷款乘数已经很低了 竟然有人可以贷款到9成9 就究竟是一个什么状况 稍后休息一下 马上为您揭秘 欢迎回来2100全民开讲 顶星集团的魏家 最近争议不少 那么除了食品安全问题之外 那么连他们买豪宅 也被爆出了重大争议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则报道 每户都要上亿元的地堡豪宅 外传在2008到2009年之间 顶星魏家一共买了9户 却只拿出了1%的自备款 有立委指出 以当时试价 酒户13亿来说 贷款9成9 魏家等于只拿出1300万 就买到了酒户豪宅 如果他真的口到那么深 100%用他的钱买 我们老百姓彼此摸了 结果这些不是啊 这样子他有钱 有事 他就可以信用贷款 然后可以贷到9成9 我要寻我 叫你这样啊 那我这户籍 就不断炒房啊 这最佳银行已经把它收降到 那是因为你出面 彭文南表示这个案例是在去年6月 推出高价住宅规范前做的 利用抵押贷款和无担保受信加起来 才会造成房贷成数高达9成9 但经过纠正 银行已经向客户追回超贷部分 只能贷6成 等于豪宅买家得再提出5亿2000万的自备款 但仅为如此 地保房价已经不能和几年前相比 对此鼎新集团发言人否认炒房 强调四位董事长在地保买的房子 全都是自住 至于贷款成数则是董事长私人的事 公司不便评论 强调原则是绝对遵守国家贷款法令 鼎新遭点名贷款成数9成9 就怕有心人要炒房 政府只能事后防堵 好的 那么究竟是不是鼎新 外加买的地保 事实上新闻还没有办法觉得 得到百分之百证实 那么鼎新自己也没有承认 毕竟那是董事长 那么领导阶层自己的理财行为 不过我们要先请教 昨天市场也在场的 国民党委员费龙太 除了刚刚我们听到赖事宝之外 究竟是不是就是地保买的房子 外加鼎新买的房子 确实有买地保的房子 贷款的额度是百分之九十九 确实 是不是就是卫家师兄弟买的 很多人都讲 都讲这是卫家 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大家都在这样讲 但是我现在 彭总还没有否认 口头跟书面确实讲过 有人买地保是用九成九 他也确实要求 他们精简查到这个事情 也要求那个银行 把那个贷款的额度 降到百分之六十 这个彭总还确实有讲这个事 但是没有讲是哪一家 也没有讲哪一家银行 这个我必须得帮彭总才 做一个声明 不过至少他笑而不打 你们私下去跟他沟通的时候 然后市场媒体 录据也有披露 他私下沟通 跟我们沟通也没有讲这个事 对 我知道 我们必须得讲 但是很多人都在披露这个事情 很多的媒体 我想从一年 写了这么多次了 写了很多次 也没有人否认 没有人否认 OK 好 重点不管谁了 重点就是有大有钱人 买了这个房子 是充满了居住不正义 连彭总裁都看不下去 彭总裁是世界有名的10A总裁 连续十年得到A级的总裁 连这么样一个 对于这个国家的财政的工具 就利率 汇率这个工具 能够掌握这么有效的人 都看不下去了 就可以看 更不用说我们小大百姓 更是看不下去 买房子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 有人竟然可以买房子 这么轻松 他已经这么有钱了 还可以这么轻松 究竟怎么有个轻松法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图表 来做解释 好 就是魏家私兄弟 好 我们当然这么说 事实上就是他们 好 魏家私兄弟 银行贷款可以得到八成 坦白说光这一点 很多人都得不到 现在很多人贷款 说有八成 很少人能够拿到 他们可以带八成 个人信贷一成九 就九成九了 所以自备款百分之一 所以买一栋 上亿豪宅要付多少钱 一百万 如果两亿两百万 这我们在场很多人都买得起 这算什么居住正义 这越听越生气 好 那个人信贷是怎么来的 个人信贷叫做 无担保贷款 就是你的信用 你魏家了 你的头面男人就看 你比较出名 凭你的信用 我觉得银行愿意借你钱 一般我们去跟银行借钱 他怎么可能无担保 他怕我跑掉了 所以不是要我房子 就是要我车子 不是要我车子 甚至连我的保单 我的里里扣扣 他都要拿去就对了 他就是怕我跑了 要拿来偿还 他们不要担保 个人信贷不要担保 就给带一成九 这独不公平的事情 而且背后的行户 竟然是国家的行户 叫第一银行 这个都要出来说清楚 好 就这样子 这四兄弟哦 从2008年到2009年 谁有办法在地保 买这么多户 一开始买九户 到现在买了十四户 这什么像话吗 所以这彭总才 当然也看不下去 我们谁会去住地保 住十四户 是要给谁住的啊 四兄弟好了 各住一户 子女各住一户 就这样子 全家族都住在地保 这我们怎么不生气 目前市值57亿 他们赚了多少钱 当然现在他们 面不外出去了 那一户可以赚了多少钱 我们马上看下去 越听越气 好 贷款的手法是这样子 就我们刚刚说的 底薪微家像购买地保 像银行 像第一银行 带了八成 然后假设每户一亿 自备只要2000万 市场不到2000万 1900万左右 所以房贷8000万 所以贷款层数就达9成9 所以这个事情 一被踢爆的时候 事实上去年6月份 央行的精简处发现之后 马上修了这个条款 叫做顶新条款 所以马上要马上请教 两位专家 你指的你先 就是说 这个太明显的因人设施了 难道政府事先都没有去想到 有这些 这种管道 让有钱人买房子 可以这么轻松吗 其实这个 还是要给彭总的爱个赞 其实他这个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不是顶新 是不是哪个工股行库 这不重要 因为总裁已经说了 他这个酒混贷款高达99% 干脆凑100算 你不用拿钱就可以带到这个豪审 这个地保是民国90年推出的 一个预售屋 当初这个市场景气不好 你看SARS之后才上来 当初这个开价100万 开价100万 结果成家我知道大概是落在60到90万之间 以目前来看的话 低有低到60喔 低到60万 那现在100多了 因为他有6栋 总共实际上有168户 只拿出158户来说 所以刚才讲 这买了14户等于10分之1的房子 就被这个顶新买走了 10分之1的房子 158户拿出来卖 这个公开只有158户 是158户还是250 规划168户 一平现在250万 我说他6栋有168户的规划 拿出158户拿出来销售 目前市价喊到250万 现在的成交 我问这个豪宅业者 他是说大概目前成交 260、270 就是这个期间 那以前10年前是60到100万 而且他的坪数100、120 小坪数100坪的 110的坪数比较少 然后就150、200、250 就这种坪数 我看到拼不下去了 真的他也令人生气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总裁 其实大家没说 但是从去年6月 就是从这个门槛 就是豪宅要求公股航库 尤其是瓜瓜私人航库 限制到6成以下 限制者能带到6成 好 限制到6成 那问题是个人信贷 有办法限制到吗 但是当初也是因为 跟这个是套装 以前可以比如说戴把装 我个人信贷 像这些好野人对不对 住在这个地方非富即贵 所以他的信用贷款OK 然后再加个装潢贷款 所以一般可以带到9成 所以因为这个是不是 连装潢贷款 我不晓得 所以澎湖南在去年6月的时候 就把这个豪宅给降低 贷款程度只能带到6成 而且严格去执行 这个是真的 据了解 顶性威家在这个条件之后 应该把钱吐出来了 对不对 应该有实际执行 对不对 有要求 等于是当初是99 现在只能带6成 把那个刹捕回去 捕回这些行库 然后全面性的实施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好 我再接着马上请教李继龙先生 这个坦白说我是买过房子 因为我其实我也工作很久了 我自己也没有听过说 买房子还可以搭配信用贷款 这个无担保贷款 这个自备2000万 这2000万是怎么来的 2000万的无担保贷款 当作购买地款的自备款 我们都不晓得还可以无担保贷款 因为这个人的信用 这你们在处理房仲的时候 一般人有办法得到这个无担保贷款吗 如果有时间这个让我整体的 这样说明一下 它基本上有几个问题 不光是这样而已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银行它的营运是什么 就是你存款的时候我要给你利息 我要养员工 它靠的是放款的利差 然后来当作获利 对 OK 所以现在台湾的银行 它的头寸非常多 要怎么借钱呢 这出现一个变化 最早开始银行对豪宅的贷款 是不喜欢的 为什么不喜欢 因为这种产品可以承接的人太少 所以一旦出现了你这个贷款 还不出来的时候 后面法拍的市场能不能消化掉它 把银行的呆账拿回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当年的银行其实对 豪宅的贷款是不喜欢的 OK 那魏嘉这笔贷款 你们看在2008到2009 你们回忆一看看 当时的气氛是什么 就是酒吧金融海啸那时候 一塌糊涂 然后银行这边的钱人家不敢花钱 就纯纯纯纯纯纯纯 我付利息付员工 我就开始亏损了 现在你把39%的贷款还回来 像刚刚彭琳来讲 限制贷六成 他把39%的东西还回来 最不高兴的是谁 最不高兴的其实是银行 他贷售钱 我这39%的钱我要借给谁 然后可以稳定的还款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鼎星他这次虽然干了这个坏事 但是他第三季 他在大陆康师傅的泡面 他的营业额是33亿美金 所以基本上来讲 1000亿台币 基本上来讲 银行现在变成另外一件事情 他看两个关键 这很重要 今天费委员讲一句 讲一件事情非常的好 我讲一下这个情形就是 你现在如果要跟银行借钱 像马上今年现在新闻 有两个大的新闻 就是四大产业 到期的债务有7000亿 你拿什么跟银行借钱 你拿那个机台 不好意思 你把那个机台我要卖给谁 如果你不做了 我这机台要卖给谁我不知道